第128集 东婚侯肖宝卷 其东婚侯档案,生族年公元483至公元501年,父母父亲是明帝肖鸾,母亲刘惠瑞,后妃楚皇后潘贵妃等,年号永元,在位时间公元498至公元501年, 世好无,妙好无,灵寝不详,性格放纵荒淫,任性残忍。 白兽仪在《中国通史》中点评说,辅政大臣相继被诛,各种政治势力相互火并,萧綦皇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。 公元498年,齐明帝肖鸾病逝,太子肖宝卷即位。 肖宝卷在位期间,嬉戏无度,挥霍无度,不理政事,并且残忍好杀。 最终,无道的肖宝卷被宦官皇太平、张旗击杀。 肖宝卷自小就不喜欢读书,以捕老鼠为乐,是一个十足的顽童,他不懂礼仪, 只知道嬉戏,他父皇萧鸾死了。 他无动于衷,在萧鸾的葬礼上,大臣们劝他跪下哭铃,但他推说嗓子疼,不能哭。 当看见有的大臣哭的帽子掉了,露出秃头的时候,他居然狂笑不已,并大叫,秃就来哭丧了。 肖宝卷哭爱杂技,即位之后,不理政事,把很多精力放在研究杂技。 他对一些旧的杂技节目进行搜集、改进、总结,还创作出许多新的节目。 有时,他还会亲自上阵,他力气很大,能把一个很长的木制道具扛在肩上,任凭上面的演员如何翻腾,他都能保持道具平衡不动。 有时,他还会用牙齿去刁床墓,弄得满嘴的牙齿松动,满口是血。 为了演杂技,他还亲自为自己设计戏服,这些服饰极尽花巧,花费甚聚。 因为玩乐,他厌烦朝政,有时,一连几个月都不上朝批阅奏章,积压起来的奏章堆积如山。 幸亏有萧鸾临终脱姑的萧妖光,徐孝四、萧坦之、江佑、江四、刘轩六人辅助,才勉强维持着朝局。 这六个人被称为六贵,其中江佑、江四兄弟,因其姑姑是明帝萧鸾的母亲,所以萧鸾特别看重他们。 这两人在小皇帝玩乐时,会时常进行制止,弄得萧宝卷浑身不自在。 但萧宝卷对这几位抚针大臣的劝阻丝毫不在意,越玩越不像样,兴致来时,他就会派人大修电台楼阁。 而贪官污吏也趁机敲诈,害得不少百姓妻离子散,家破人亡。 面对如此胡闹的萧宝卷,屡次进监都不见效后,江佑便绝技废地另立。 江佑想另立萧鸾的第三子江夏王萧宝玄为帝。 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刘轩时,刘轩反对,刘轩想立建安王萧宝银。 江佑没有办法,于是又找到逍遥光商量,结果逍遥光想立自己为帝。 后来江佑又找到他的弟弟江四商量,江四分析说立少主难以保证日后不出什么乱子,就立劝他说立逍遥光为帝。 刘轩心想,如果这样,他就会失去皇帝舅舅的尊位,所以坚决反对。 萧遥光知道刘轩反对他后,勃然大怒,派人刺杀刘轩。 但因刘轩随从众多,未能下手。 后来,刘轩发现萧遥光遇害他时,就马上向皇帝萧宝眷告发了江四父子的阴谋。 萧宝眷得到消息,立即下令捕杀了江四兄弟。 不久,萧遥光起兵夺位,被萧坦之讨平。 萧坦之因公被封为尚书又仆舍,担扬隐,但由于他做事刚狠自尊, 其手下十分记恨他,就在皇帝面前说萧坦之坏话。 就这样,萧遥光死后才二十多天,功臣萧坦之, 及其儿子就被听信谗言的萧宝眷处杀。 随后,在亲信小人如法针,没从而等人的吉利劝说下, 萧宝眷又把六贵中剩下的刘轩,徐孝四杀掉。 此后,萧宝眷杀性大开,几乎每月都要杀人, 搞得齐朝人心离散,朝野怨愤。 萧宝眷先后杀害了顾命大臣又仆舍江右,江四兄弟, 司空徐孝四,右将军萧坦之,领军将军刘轩等人, 逼得整个朝廷文官告退,武将造反, 京城几度岌岌可危,他也成了众矢之地。 公元499年11月,太尉陈显达在江州举兵造反, 陈显达致信朝中重臣,隶属萧宝眷罪恶, 声称要立建安王萧宝寅为帝。 萧宝眷派出护国将军崔惠景为平南将军, 率军抗击陈显达。 经过激烈战斗,陈显达寡不敌众,兵败被杀。 平定陈显达后,萧宝眷认为,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了, 也就越来越骄纵, 他喜好出游,一个月要出游20多次, 每次出游都会大兴排场, 沿途所有人家都必须清除干净, 只留下一座座空宅。 所以百姓一听到谷月大作, 就必须赶快逃离住宅。 如果行动稍慢, 被萧宝眷遇上, 马上被处死。 萧宝眷的这个爱好, 导致京师百姓苦不堪言, 田地荒芜, 甚至死了人都无法埋葬, 只能弃势路边。 萧宝眷的另一个爱好就是骑马, 于是他就在郊区大兴建设, 设置设计场296处, 经常骑着马奔走于各场。 除了大肆游玩, 萧宝眷在朝政中亲小人, 远贤臣。 宦官王宝孙只有十三四岁, 却最受萧宝眷宠信, 因此王宝孙随意干预朝政, 控制大臣, 无人能管。 宫卿大臣们见了他, 都恭恭敬敬, 屏息敬气。 萧宝眷宠爱潘贵妃, 于是对潘的要求是无不答应, 他令人把金子做成莲花的样子放在地上, 让潘妃在上面行走, 然后美其名曰步步生莲花。 爱屋即屋, 潘贵妃的父亲潘宝庆, 因此得到了潘宝眷的宠信, 被称为阿障。 潘宝庆由此苟障人士, 到处诬陷商人, 抢抢他人田宅财产, 为防后患, 竟然将被抢人家杀光灭口。 搞得民不聊生。 至此, 整个朝廷在萧宝眷的胡作非为之下, 混乱不堪, 大臣们朝不保夕, 百姓苦不堪言, 社会动荡不安。 在这种背景下, 一场大的危机也就即将来临。 公元500年, 晋济州刺史赔书业, 为了避免被萧宝眷杀死, 投降了北魏。 萧宝眷派平夕将军崔惠景, 率兵讨伐。 当崔惠景率军到达广陵以外数十里的地方时, 他突然召集下级将领, 以当今皇帝昏庸残暴为由, 举兵叛变萧宝眷。 崔惠景随后迎江夏王萧宝玄为主, 率兵顺利渡过长江, 向健康进发。 萧宝眷所派的军队全都不是崔惠景的对手, 被杀得溃不成军, 只好紧闭城门, 坚守不出。 见崔惠景胜利在望, 当年为了避杀身之祸, 而藏匿于民间的马灵王萧昭昼, 和他的弟弟永新侯萧昭映恢复了本来面目, 前来投奔崔惠景。 崔惠景本来是拥立萧宝玄为主的, 见到萧昭昼之后, 觉得他是武帝萧泽之孙的身份, 可以使他的举兵更加名正言顺, 但一时也难以抉择。 再加上, 此时的崔惠景因之前进军顺利, 变得骄傲起来, 他认为台诚唾手可得, 于是并不急于进攻, 而整日于处世和典一谈论异理佛教。 萧宝眷抓住这一机会, 急招豫州刺使萧仪率兵支援建康。 当天晚上, 萧仪就率领数千士兵到达台城外, 与台城内的军队两面夹击, 大败崔惠景。 不久, 逃亡的崔惠景及萧宝玄都被杀, 叛乱平定后, 萧仪因公升为尚书令。 如果此时的萧宝眷醒悟过来, 不再滥杀无辜, 好好治理国家, 可能他还能多活几年, 但是他那残忍耗杀的坏毛病再一次发作, 导致了叛乱再次兴起, 也正是这次叛乱, 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, 也终结了他的姓名。 公元500年10月, 萧宝眷听信谗言, 派人毒杀了平定崔惠景叛乱最得力的萧仪, 结果导致萧仪的弟弟萧衍聚兵进攻建康。 公元501年, 萧衍在江陵拥立南康王萧宝荣及皇帝位, 改年号为中兴, 并摇吠萧宝眷为福陵王。 萧宝眷派真鲁将军王真国率十万余人抗击, 但在兵力强大, 士气旺盛的萧衍部的围攻下, 王真国军步步败退, 最后一直退到了宫城, 关上了大门坚守。 围城之后, 城中人心涣散。 萧宝眷身边的儒法真没从而, 就向皇帝建议, 把这些不负责任的将士大臣全部杀掉。 王真国得知消息后, 害怕被萧宝眷杀掉, 于是与副将张继两人领兵造反, 攻入宫中。 最终, 宦官皇太平张祺杀死了皇帝萧宝眷。 萧宝眷死后, 王真国张继迎萧衍入城。 萧衍率军入城不久, 就以宣德太后的名义下诏, 将萧宝眷降为东婚侯。